10月2日中午利用中午休息时间给朋友们来一个小道加餐 大盘现在出现了逼空上涨 连续出现四个跳空缺口 如果10月再来个开门红再来个上涨 那这个位置该买点啥呢 我们不能光看热闹啊 因为现在好多股民还在外面扒文缝呢 还没进场呢 甚至有很多股民在这个节假日休息期间 刚刚开户那总得买点啥呀 因为现在买什么是不是都在追高 那哪些东西还有机会呢 今天带来两个板块 一个是电信运营 另一个是家用电器 那我们先说大盘 大盘这个位置冲起来了 一下子穿过了前高 你看上个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9月30号 虽然这一周只有一个交易日 但无论如何 这个也是可圈可点的 你看一下子涨这么多 前方这个压力都不是了 那前方这是啥呀 就是今年5月20号 最高价3174点 直接被拿下 拿下了还不说 还直接向上突破 把另一个好多个那个点位 都给干漏了 最高点达到了3358点 那大盘逼空上涨这么多 哪些板块还有机会呢 先看这个 我们先瞧瞧这个电信运营 以电信运营为例 这不也是突破了前期的压力位吗 也就是前期高点被干破了 直接抬高一线 那前方对应的是什么 瞧 缩小一点 前方的对应的可就是到了前期的顶部 那么看电信运营 人家这属于长期横盘 这是属于高位横盘呢 这个位置叫什么 这不就叫空中加油吗 如果再往更前一点看 看到没 这经过了一个叫大力的洗盘 如果再往前一点看 这个位置可是长期的整理 如果再往更长一点看呢 就是下跌之后 人家一直在震荡整理当中 现在已经抬高了 并且来到了价格中枢 如果这个位置看高一线 就不就看这里了吗 现在的点位才多少 现在才1300多 还没突破1400呢 前方2200是不是就是目标 那么如果摆这突破掉 能不能往这看 当然可以这么理解 那你再来看 由于这个机构长期在里面 而且资金还这么大 这就是机构深耕的品种 它如果往起一涨的话 这个位置还会放量 如果真正的伴随着成交量的放大 是不是就行了 那为什么现在还要关注它呢 因为这个电信运营 最近这两天走得比较弱 它你别看这个指数上涨了7% 但它仍然没有跑赢大盘 你看大盘上证指数都涨了那么多 就连这个护身300 ETF国家队都涨停了 那它才涨7% 是不是相对于就算弱了 而且前几天呢 大盘涨了那么多 连续九连扬 它没有那么高的上涨 也就是未来 如果再有东西想上涨的话 这些东西就是属于相对低挖 再看这个 这几天由于它下跌的比较多 你看电信运营 在9月30号 周一这一天排行倒数第四 那位说还真是倒数第四 那前一天呢 就是那个周五 周五它排行也是倒数第四 那同时能看到的就是家用电器 也都在跌幅榜的最前列 那家用电器又是什么 家用电器虽然看起来也在上涨 但是人家是刚刚突破前高 那位说那为什么看这两天看他呀 虽然他上涨了 但是这不还是在这个跌幅榜的最前列吗 瞧连续27号和30号 就是周一和上个周五 他都是在跌幅榜的最前列 按道理这些东西 他们都应该涨得不错 应该起了很高的 那他为什么会在跌幅榜的前列 虽然他也涨了 并且涨了还不少 但这些东西如果嚼股性活跃的品种来说 他们涨得还是低的 尤其是这个穿过了前高 那如果要是下一周或者是大盘 假如说十一开盘之后 这些东西要是往起冲 那真的是能不错 因为什么 因为外资现在是疯狂涌入 而外资最愿意看的喝酒吃药白色家电 而家用电器也是他们关注的 酒一喝就没 药一吃就了 白色家电 这年轻人一换一个房子 马上就得购置一批新东西 即便是有一些房子买不起 人家租房子来回换 是不是在这儿 人家也在搞一搞 生活品质的小提升 那么这个加热电器在这就有看头了 也就是外资机构深耕 并且这是处于长期 有一个过山车式的走势 这不就经过洗盘 而且放量 那么接下来在这个位置再看高一线 是不是没问题 缩小一点你来看 这不就是人家已经开始出现了端倪吗 低点不迫向上看 并且上升趋势保持良好 再往下一点看 前期高点可不远了 如果一下子冲上去了 你说是不是很厉害 那么前期高点这个位置 人家为什么长这么好 这不就是机构深耕吗 大盘跌了这么多年 人家长了这么多年 这儿如果再能穿过前期高点 那不又得看高一线吗 就是这些品货都是有机构深耕 我们特别关注 另外呢再回过头来说一下大盘 大盘这个位置虽然说还在上涨当中 但是从前方就这个位置3414点 现在从这儿到这儿 只有这么一个大的压力区域了 因为这儿已经穿过了3300点 那么再往上一冲 那这儿可就没谁了 3418点是近一个阶段下跌的主要目标 这不从这儿开始 就是那年连续下跌九个月吗 这就是一个起征点 如果摆这儿大盘3418点要是突破了 那直接就看到3700点了 3700点到现在已经跌了三年半 大盘要想涨 你是不是得有一些股票得弄啊 那么很多东西呢 都在底下往上爬 刚才咱们说的这两个品种 一个是家用电器 再一个呢是这个电信运营 都不错 你看这个是家用电器 人家在创新高 并且如果要是再往大了看 人家可不是说那样的 就是有点小夹子气 你看看 人家是长期上涨 这个经过强力的洗盘 创新高 这不就来了吗 再说电信运营 谁都知道 电信运营呢 如果再把前面这个高点给秒掉 那不就行了吗 那就会挑战更高的高点了 好 喜欢古邦的点赞加关注 像电信运营 加用电器 这两个板块 都属于冲高突破的话 就完成了真正的一个整合 那下周大盘怎么走 十一之后开盘 我们怎么应对 由于时间关系 我把它放到十月七号中午策略会上来讲 喜欢古邦的点赞加关注 另外明天呢 咱们还有早播报 同时咱们明天中午 还有小道家餐 好 喜欢古邦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见